葬礼是一个悲伤的话题 试问谁能想到葬礼也能弄得比演唱会更轰动 然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八位明星 他们的葬礼却确确实实地做到了轰动一时 今天细细力就带大家来盘点一下这八位明星的葬礼 一 张国荣 张国荣 香港娱乐圈最杰出的艺人之一 其歌曲《风王北吹》《沉默是惊》等经久不息 谈张争霸至今都让人津津乐道 电影《英雄本色》《霸王别姬》等流传至今 屡获国际大奖 巅峰时期红遍香港 内地 台湾 韩日 东南亚 天度英才 2003年4月1日 香港文化酒店众生一跳 风华绝代就此陨落 留给世人无限的感伤与遗憾 2003年4月8日 张国荣的葬礼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由唐克德以至爱的身份打点其身后事 当时香港正处于非典时期 居民轻易不敢出门 可是数万名粉丝仍冒雨前来送张国荣最后一程 歌迷影迷将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香港警方不得不出动大批警力 维持现场秩序 数万粉丝失声痛哭 哭喊声此起彼伏 在殡仪馆内几乎聚集了整个香港娱乐圈的艺人 他们纷纷前来送张国荣最后一程 向他做最后的告别 张国荣众多好友中 最悲伤的无疑是香港的女儿梅艳芳 当时梅艳芳已是病入高盲 身体接近虚脱 在葬礼现场梅艳芳哭到昏厥 需要人搀扶 非典时期仍有这么多人前来送别 张国荣在香港的地位人缘可见一斑 永远怀念风华绝对的张国荣 二 黄家居 说起黄家居这个名字 想必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他曾是华语乐队Beyond的主唱 由他们创作出来的歌曲 曾打动了无数人 1993年6月24日 黄家居在日本东京一家电视台 录制节目时 不慎从舞台上跌落 摔成重伤 导致昏厥 经大约一周时间的抢救后 还是不治身亡 年仅31岁 当天香港演艺界的诸多明星 都参加了葬礼 图上是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 一身黑衣 表情严肃而悲伤 前来吊念的歌迷们 允许已进入灵堂拜祭 许多人都忍不住痛哭 他们都来瞻仰家居最后的怡荣 每个人的情绪非常激动 许多的歌迷都不相信自己的偶像 已经离开人间 如今 每到黄家居的继承 这里都会有大量的歌迷前来祭拜 而他的那些经典歌曲 也必定会传唱下去 三 刘家梁 刘家梁是谁 他在很多电影中出现过 他总是扮演一些武林前辈或高人 他主演和指导了很多部经典电影 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 终身成就奖 是香港从武术指导 升任导演的第一人 在2013年6月25日 刘家梁因病逝世 享年79岁 刘家梁葬礼现场 香港八位大佬为其扶灵 其中包括陈百祥和江大卫 神色严肃 九大门派武师为刘家梁送行 葬礼现场来了很多娱乐圈明星 纷纷前来调演 其中包括曾志伟 罗家英 汪明泉 甄子丹 成龙等等 场面十分浩大 四 李小龙 李小龙这个名字 中国没有人不知道 放到全世界 也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李小龙的成就 不仅仅是因为 他拍过很多功夫电影 更重要的是 他把中国功夫带入世界 只要提到李小龙 外国人就会说 中国功夫 然而 在1973年7月20日 年仅33岁的李小龙 逝世于香港伊丽莎白医院 李小龙的一生非常短暂 但他在世界上所达到的高度 至今无人能及 追悼会当天 香港有超过25000人涌向葬礼 只为见他最后一面 几乎所有香港明星都到场调研 由于群众情绪相当激动 不得不出动警察维持场面秩序 尽管如此 场面还是一度失控 5.梅艳芳 香港娱乐圈最隆重的葬礼 毫无疑问是属于一个人的 此人被称为香港的女儿 没错 就是梅艳芳 在90年代的香港流行乐坛 能跟刘德华 张学友 谭永玲等顶级男歌手 分庭抗礼的女艺人只有两个 一个是王妃 一个就是梅艳芳 而横跨8090年代 影响力剧属顶级的 则只有梅艳芳一个人 梅艳芳是香港演艺圈 绝无仅有的电影音乐 同时发展 并且都做到 业界顶级的唯一一个女艺人 2003年12月30日 梅艳芳因病去世 享年40岁 梅艳芳去世后 香港演艺圈 为她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葬礼 首先 为她扶礼的人 都是超级大腕 刘德华 梁朝伟 陶哲 杨子琼 刘培基 都在齐列 这是刘德华首次为艺人扶礼 有可能也是唯一一次 与此同时 香港还特意为梅艳芳破例 过去香港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扶礼人员必须是男性 但梅艳芳葬礼上 出现了两名女性扶礼人员 分别是杨子琼 张敏仪 香港人对梅艳芳的宠爱 真是有始至终 从没变过 梅艳芳葬礼当天 港台内地二百多位艺人 来到现场送她最后一程 更有上万香港人 涌上街头 见她最后一面 场面盛大又感人 梅艳芳已经离开我们18年 但她又好似曾未离开 她的形象依旧鲜活 音容笑貌宛如昨日 我们对梅艳芳的怀念 可能会持续到人生终点 六 罗文 2001年5月 罗文被证实患上肝癌 她一直奋勇抗病 但其体重逐渐下降 身形预见销售 于2002年10月18日晚间 11点15分 并是香港玛丽医院 金庸先生为罗文的丧礼 轻笔横扁 歌在人心 著名音乐人顾家辉 则为这位顾友 写了一段婉联 狮子山下 一曲飞刀成绝响 汲取风雨 半生心情 永长存 道经罗文的经典名曲 引起所有人的共鸣 著名歌词作家 灵溪提携 天空不一样 你仍然活得漂亮 除了众多好友 为他办理丧事外 罗文临前的花圈 也特别由法国运来香港 罗文好友 刘培基更专程到 英国为他选兽衣 据说 该件兽衣为名家设计 全球只有三件 七 软淋浴 谈及追星 似乎都在现代人的事 但在我国早期电影历史上 艺人早已将明星效应 演绎到极致 此人生前命运坎坷 却心图璀璨 无奈在二十五岁时 香消玉允 当天 五名少女 试图追随他而去 葬礼上 十二位大佬为其抬官 三十万人替他送行 如此状况 古今绝无仅有 此人便是 中国无声电影史上的 标杆人物 阮林玉 阮林玉是 民国四大美女之一 但她的一生 却充满着悲剧色彩 无论戏里戏外 以至于她最后服药 都和她在电影中的角色 十分的切合 绍兴影迷 夏晨世 当天吞服毒药 上海戏剧电影 研究所的 向福珍女士 听闻噩耗 随即同样 吞服了毒药 杭州莲华影院 女招待员 张美英 也因痛到 阮林玉服毒 但是 1935年 3月8日这天 上海就有 五名少女 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其他地方的 追星成员 已有多位 这些随她而去的影迷 留下的遗书内容 大同小异 阮林玉死了 我们活着 还有什么意义 可以说 阮林玉生前 名闻天下 死后的哀荣 也是极一时之盛 可见 阮林玉在当年 如何受欢迎 送葬这天 她的葬礼 极其地壮阔 灵舅由金燕 孙瑜 费木 郑君李 吴永刚 蔡楚生 黎明伟等 十二位电影界 大腕抬上铃车 路上人潮汹涌 腕头攒动 接踵摩肩 落意于途 应补房 为防止意外 特派出大批寻补 维持秩序 阮林玉出殡之日 上海有数十万影迷 自动加入送葬行列 因此 美国纽约时报 以第一版头条标题 称赞 这是近代国际上 之最伟大的葬礼 八 郑玉彤 香港大部分的财富和资产 都从属于香港的 四大家族 香港四大家族 又叫做香港的四大豪门 对香港经济发展 起到过至关重要的影响 他们分别指的是 李嘉诚 郭德胜 李肇基和郑玉彤四家 而这其中一人的葬礼 特别土豪 堪称香港最豪大老葬礼 他就是著名香港商人 兼富豪郑玉彤 郑玉彤 1925年8月 出生于广东顺德 是香港著名的商人 以及四大家族之一 也是全球华人十大富豪之一 2016年9月29日晚 郑玉彤病逝 享年91岁 10月12日 在香港北角 香港殡仪馆设灵 几乎全香港的富豪 名流都去拜祭他 并于10月13日早 11点举行大恋 中午12点 慈灵随即出病 当时 这轰动了整个香港 这个香港传奇富豪的一生 却没有半点桃色绯闻 和其他生活上的负面新闻 这绝对是值得其他所有富豪学习的一点 以上 让这八位明星生前的成就 以及身后留下的影响 都配得上一场盛大的豪华的葬礼 因为他们的离去 本身就会使无数爱着他们的人 哀痛不已与怀念 不论如何 他们留下的经典电影 歌曲 或者是财富 都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致敬 祝愿他们一路走好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分享哦